主内宣礼姐妹平安 今日是长年期第四主日 福音讲述耶稣在会堂里讲道 但遭受同乡的人的拒绝 在生活中 由始我们也会轻看他人 让我们求天主 赐予我们全节的爱德 尊重每一个人 我祝我们忙复你前 晚中一心乐团圆 与你身子为了爱情 使我忠心差一篇 全人身福气听我道 又听身子的宾刚 我们知他歌颂至今 终和同生 是爱慕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 来庆祝长年期第四主日 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福音 是鲁家福音 先知从来没有受到 人们长期的称赞 更加不被那些 政治跟宗教领袖所喜欢 人们在起初 可能比较喜欢他们的工作 聪明 才智 道德生活 但是很快 就会遭受到别人的怀疑 反对 甚至迫害 耶稣没有欺骗他的门徒们 更加没有向他们许诺 保证他们会有一个舒适的生活 没有确保他们会得到 别人的认同跟赞赏 但是 耶稣却实时重复强调 跟随他的人 会一定受到迫害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的几心弥撒圣祭 我向全天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然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神的天主 全联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神主 求你担心弥撒圣祝 求你担心弥撒圣祝 祈祢 求你担心弥撒圣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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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担心弥撒圣祝 祢 求你担心弥撒圣祝 操拜祢 贱呀祢 感谢祢 主耶稣祭祷 独身之主 天主 天主的羔羊 胜负之子 出面是罪者 求祢 催念我们 出面是罪者 求祢 抚听我们的祈祷 出在圣府自由 则求祢 催念我们 因为 只有祢是山地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指甲无参理 耶稣祭祷 祢和山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我们的天主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意朝拜祢 并以合理的爱 爱所有的人 也祢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圣神 使为一天主 永生 永亡 阿们 公读耶勒米亚先知书 在约什亚时代 上主对我说 我还没有在母妇内形成你以前 我已认识了你 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 我已祝圣了你 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 你要速上腰 起来 向他们传述我所命令你的一切 在他们面前 你不要畏惧 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令你畏惧 看啊 我今天使你成为奸臣 铜墙 铁壁 以对抗犹大君王 首领 司祭和当地的人民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得胜你 因为有我与你同在 协助你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答唱永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求你做我避难的岩石 获救的堡垒 因为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堡垒 我的天主 求你由邪恶人的手中 将我救出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我主上主 你是我的期望 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依靠 我在母胎中 就依赖了你 上在母怀中 你就避阴了我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天主 远自我幼年时 你教导了我 直到今日 我仍宣扬你的奇妙画功 上主 我要宣扬你的救恩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格林多人前书 弟兄姊妹们 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 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 但我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个发生的罗和发响的婆 我若有先知之恩 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 我若有全辈的信心 甚至能移山 但我若没有爱 我什么也不算 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 我若舍身投火被焚 但我若没有爱 唯我毫无益处 爱是寒忍的 爱是慈祥的 爱不嫉妒 不夸张 不自大 不做无礼的事 不求己意 不动怒 不图谋恶事 不以不义为乐 却与真理同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永存不朽 而先知之恩 终必消失 语言之恩 终必停止 知识之恩 终必消逝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只是局部的 我们做先知所讲的 也只是局部的 乃至那圆满的 一来到 局部的 就必要消逝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 说话像个孩子 看事像个孩子 思想像个孩子 几时 我长大成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丢弃了 我们现在 是借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地观看了 我现在所认识的 只是局部的 那时 我就要全认清了 如同 我被全认清一样 现今存在的 有 信 忘 爱 这三样 但其中最大的 就是爱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福音前方父 请起立 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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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传报喜讯 向妇孺告释放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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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祝圣路家福音 主愿光荣给予你 那时候耶稣在会堂里开始讲道 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了 众人都称赞他 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 并且说 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 医生 医治你自己吧 我们听说你在葛法文所做的一切 也当在你的家乡这里做吧 耶稣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欢迎的 我是在告诉你们 在阿雷亚时代 天闭散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起了大饥荒 在以色列 也有许多寡妇 阿雷亚并没有派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那里去 而只是到了七东 扎尔法特一个寡妇那里 在阿雷亚先知时代 在以色列原有许多麻风病人 他们中没有一个得到解禁 只有叙利亚的拿阿曼 在会堂里听见这番话的人 都愤怒天凶 起来把耶稣赶出城外 拉他到山崖上 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 上主的话 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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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主力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 庆祝常年期第四主日 今天的福音所叙述的 是发生在 耶稣在拿赞勒会堂当中 宣布了上主的恩赐之年之后 人们的反应 以及所发生的事 当我们聆听过福音之后 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拿赞勒的居民 一开始称赞耶稣 而变得突然之间对他产生敌意 甚至想将耶稣推下山崖 耶稣没有讲过任何挑衅性的话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同时我们也有点困惑 耶稣为何要引用这两句俗语 医生 医治你自己吧 以及先知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 尤其是第二句 那显得与具体的情况有点不符合 如果人们赞赏耶稣的宣讲 那么耶稣为什么又说这样的话呢 马尔顾记载说 因为他们的无信 耶稣不能行别的奇迹 而鲁家却说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可以行奇迹 那么为什么耶稣又没有行奇迹呢 最后 我们很想知道 面对如此众多愤怒的穷众 耶稣是怎么样从他们中间离开的呢 耶稣是不是奇迹般的就消失了呢 如果是这样 那么耶稣满足了人们 要看到他行的奇迹 实际上不是这样 当我们在阅读福音的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其中有些 令我们感到奇怪的特殊的地方 或者是令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的细节的时候 我们应该感到喜乐 因为这是富有意义的标记 同时 福音作者也邀请我们 不只要按字面的意思去解释 而是要寻找其中更深的意义 在纳扎勒会堂所发生的事件 就是同时耶稣整个使命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序言当中 强调了耶稣宣讲的主要讯息 那就是对穷人弱小者 以及受迫害的人的拯救 人们在开始接纳耶稣 逐渐地开始不理解他 排斥他 拒绝他 甚至最装将他处死 在拿扎勒的时候 人们想把耶稣推下山崖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穷众都对耶稣嘲笑 他们说他救了别人 却救不了自己 这一段福音的开始 叙述了人们似乎一直赞赏耶稣 在会堂中的宣讲 众人都称赞他 经其他口中所说的很动听的话 实际上 今天的福音所用含的意义 应该不同 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 紧接着所发生的事件 只有当耶稣的所言所行 触碰了人们的痛处的时候 他们才有如此的反应 这样也就可能理解 他们对耶稣怀有敌意的原因 人们对耶稣的几处情绪 可能是因为耶稣读了一半 然后就突然之间停下了 耶稣只是说 今天你们所聆听到的圣经 今天应验了 那么为什么耶稣不继续读下去呢 如果继续读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原因 当耶稣在读 以撒亚先知所说的 那就揭示了天主报仇的时期到了 所以这是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想听到的一句说话 拿资勒的居民跟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期待着报仇的这个时间 渴望天主惩罚那些数世纪以来压迫他们的外邦人 现在报复的时候到了 但是突然之间 耶稣就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 要宽恕所有的债务 听着对所有的人无条件的仁慈 耶稣所宣布的恩赐的话语 包含了以色列子民从来都没有听过 也没办法接受的一个讯息 会堂中所有的人都见证了耶稣 对圣经的不同观点 圣经告诉我们 他认为他自己是谁呢 他不就是那一个木匠的儿子吗 他不是木匠吗 人们期待的是一位荣耀的得胜者 向别人施予报复的墨西亚 而现在耶稣却在宣讲恩赐之年的话语 这样的冲突 将要在耶稣整个的公开的生活当中 反复的出现 这就是西蒙所预言的 看这个孩子被立定 为是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跟掀起 并且成为反对的标记 为照许多人心中的思念 显露出来 耶稣没有解释 这一切都是来自一个简单的误会 耶稣没有解释 而且也没有试图来舒缓这样的一个矛盾 更加没有调解这种风气 相反耶稣用两句俗语来强调这种紧张的气氛 一生先医治你自己吧 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到欢迎的 这一句说话又一次使他的同乡感到失望 他们听说了耶稣在葛法文所行的奇迹 也希望能够看到耶稣在他的自己的家乡 能够行一些圣迹 以此来标志墨西亚社的开始 但是这两句俗语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与他们的信念产生了一个距离 拒绝了他们的墨西亚的梦想 宣告他们的信念是一个幻想 耶稣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不在家乡行 他在葛法文所做的一切 耶稣说如同厄利亚跟厄里受先知一样 没有帮助自己的子民有需要的人 反而帮助那些外邦人 这有点过分了 拿扎勒的知名明白 耶稣说话的含义 以色列子民并不是天主队 亚巴郎及其后裔 所做的许诺的唯一继承人 他们对耶稣离开家乡 而这葛法文这种选择 已经不是很赞赏 因为葛法文是许多外邦人居住的城镇 而且他们的很多的生活行为 都不符合法律规范 现在他们认识到 耶稣的行为不是一个偶然 很清楚地标志着天主的救恩 已经伸展到所有的人 所以耶稣恩赐之间的话语 就激怒了全部的会众 这是对他们狭隘的宗教信念的一个挑战 为此民众的反应 到现在我们就不足为奇 所有的人都愤怒天凶 起来将耶稣拉到城外 领他到山崖上 要将他推下去 福音最后一句告诉我们 耶稣就与他们中间过去走了 在这里 并不是指耶稣很奇迹般地就消失 而是鲁家作者对面临的反对 误解 抵意 迫害的团体 所带来的一个希望与安慰的信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人很容易忘记 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 其实已经在所有的先知 以及他们的师父耶稣身上发生过了 所以鲁家作者想告诉人们 天主要保护他们 他们也将要经过迫害跟误解 但是怀着信心坚持 一直会到达自己的目标 这是今天的福音 所告诉我们的讯息 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个时代 让我们为每一个基督徒祈祷 耶稣没有许诺我们 相信他就一定有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却常常地在提醒我们 在反复地强调告诉我们 跟随他的人所受到的迫害跟压迫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天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身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通真玛利亚取得肉体 而成为人 他在半圈比拉多之阵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即富裕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从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 至圣 至公 从宗头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舍迹的圣席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即来世的生命 阿们 各位主力的弟兄姐妹们 福音喜训 是为全世界宣布的 让我们以勇气和信心 弘扬真道 并为世界的需要 祈求天父的恩赐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愿教会内所有成员 彼此相爱 忠诚地跟随 善目基督 聆听他 好能找到生命中的活水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世界和平祈祷 特别为乌克兰祈求 求主引领各地执政者 平息纷争 明智地化解各种纷争和危机 为流离失所者 重建家园 让人民可享平安 安定的生活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全球疫情早日结束祈祷 求主赐爱心给各国执政者和人民 连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 对抗疫情 意味受影响的病患者及其家人健康祈祷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我们新一届的唐区议会祈祷 求圣神带领他们与各善会和所有弟兄姊妹 一同实践爱主爱人 传扬福音的精神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 依照个人心中的意愿 向天父祈祷 求主按照他的圣意 扶云我们的祈祷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天主你是你子民的依靠跟希望 求你按你的旨意满全我们的心愿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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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思教书提携相争 主爱既存上门 各位众睿的弟兄姐妹 请大家祈祷望全天的天主圣父 收到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走从你的手中收拿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人自的天主求你接受我们的献礼 并予以圣化 只成为封师救恩的圣事 带给我们需要的恩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愿主与你们同在 请举心向上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主圣父圈内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便能使人得救 你创造了宇宙万物 安排了以次序变化的季节 你特别按照你的肖像造成了人 并使万物立水人的泉下 使人代管你所创造的一切 并为了你的美妙化功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永远赞颂你 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 同声颂养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深深深 山中和万有的祝福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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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良救恩之悲 感谢你是我们得在你台前示奉你 我们恳求你 是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之后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是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阁 我们的主教堕默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神职人员 是他们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是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怜我们众人 是我们得以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及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 祝圣宗土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天主福 愿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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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集中从教主的雄师 要承受祂的教导才敢唱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命殷守弦阳 愿祢的国内里 愿祢的聚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 圣灵我吗 愿祢的聚意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全力涌荒 但求我们便于救了 上主千里从一切灾火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向平安 更求祢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空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全身期待 永生的幸福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荒谷 天下荒谷 不是全位 一切荒谷 永远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祢曾对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祢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单看祢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祢的圣意 教会安定团结 祢是天主永生永亡 愿主的平安 传与祢们同在 愿祢的心灵同在 各位祢的弟兄姐妹 大家主内互祝平安 祝大家平安 祝愿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罪恋我吗 祝愿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罪恋我吗 祝愿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出名是罪者 孟昭来服圣验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祝愿是罪的天主 求你莫让我们修 我不认见 没有人 你珍妮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恭礼了救恩的圣事 求祢在 使我们借着永生之良的滋养 信德 日期 真诚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请大家一起恭礼 圣明儿 总领天使导文 圣明儿 总领天使 请在抗争的日子里保护我们 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 和奸诈的陷阱 我们千边的祈求 但愿上主谴责他 上千万宗的统设 救你因上主的威能 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 是其丧亡的撒旦 寄其他邪灵 跑到地狱里去 阿们 上主的神灵意我身上 罗家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 祝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 如指满不在世上 将不甘苦与荡 我便是与主邪行 与基督共忘华 大踏不免宣战时期 我要与旧主一起 共安着大路向前进 与基督不相邻 谁者听得别人说道 不能奈何命运 我却不怕传出信用 我要努力奋斗 大踏不免宣战时期 我要与旧主一起 共安着大路向前进 与基督不相邻 共安着大道向前进 与基督不相邻 共安着大道向前进 与基督不相邻 共安着大道向前进 与基督不相邻